同理新年除旧迎新的契机 华语新闻稍后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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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球门内挡出 裁判认定进球有效 第79分钟 伊朗队的底线自由球团中 被野门球员解围 不过哥多斯对准提球进射 苏瓦迪扑就不及 伊朗队5比0大获全胜 农历新年将近 许多地方开始布置年景 为春节增添气氛 不过邻国新加坡牛车水 今年的新年布置却饱受批评 不少民众指出 牛车水街头的猪年灯式造型 十分丑怪 而且显得非常肮脏 缺少了农历新年除旧银新的气息 作为新加坡唐人街的牛车水 每年春节的时候都会精心布置 随着农历新年即将到来 牛车水也定在来临的20号 举行亮灯仪式 并且一直展示到3月6号 配合今年的主题 牛车水将会展示2138个灯笼 其中的179个灯笼 是以小猪的造型为主 而当中最大的猪年灯式 高竹米 宽漆米 并会在周围摆放许多小猪和金币 尽管距离亮灯也是还有几个星期 不过摆置在牛车水的猪年灯式造型 已经能够看得见 可是却有民众指出 对今年的春节灯式感到失望 他们认为 今年的猪年灯式颜色不够粉亮 因此显得非常肮脏 有如一只肮脏猪 诱人则说 猪的灯式被放置在腐带上 从视觉上看起来像在顿猪 甚至还有人指 猪灯式的眼睛像极人类的眼睛 看了都会感到心寒 不管怎样 民众对牛车水猪年灯式的造型 反应和看法都褒贬不一 而牛车水农历新年庆祝活动的筹委会也解释 今年的设计是想要展示猪的真实面貌 同时假设猪的全身都是粉色 在亮灯的时候将会看起来苍白 新闻结束前 为你送上即将在31号全马上映的一部香港贺岁片 我是张忠林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是鬼蛋 完全就你喜好口味 按这一部吧 不知道啊 你说呢 是鬼蛋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